發生一件悲劇 我的紗裙這裡掃一塊 所以呢今天的影片呢 是那個紗裙的最後的身影 你們一定要把影片看完喽 大家好我是迷之聲 頻道跟你們見面啦 今天呢我把我的 女兒寶娜以及幽莉都請出來了 那可以看到 這件呢是之前有介紹過的音樂風格的衣服 那這件呢是我另外買的 有貓貓跟狗狗 還有一件橘色的 大家很可愛吧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就是 要幫他們換新衣服囉 那這個裡面呢 我買了總共有 兩件的 是屬於 比較新式的衣服 然後另外兩件呢是和服款式 所以我把這集呢 分成上下兩集 別忘了兩集都要看喔 最近呢剛好有遇到他們 聖誕節或週年的活動 所以有這個就是你只要在他們 店裡面購買 或是在網路上線上的商店購買 然後又買了 就會送上這個禮物袋 還有兩個顏色 然後拿到的是紅色 然後 介紹的第一件衣服裝 是我一直 喜歡很久的 KIKI LALA 而且他的 這場氣質你可以開有金洋裝 然後還有附上的 我原本以為沒有襪子的 可是畫質器看有襪子 然後小跟頭 然後後面也是KIKI LALA的圖案 這個是會幫你們換裝 再來 第二件衣服呢 是他官網上賣得非常好 常常缺貨的款 是這個貓咪的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品牌的貓咪 可是非常的 超級可愛 貓咪 然後他一樣也有襪子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屬於有點米白色 然後上面還有細緻小豬豬 一樣有附一個髮色 然後這個是後面 這是第二套衣服 然後另外第三套衣服呢 是我幫朋友買最新款的 愛麗絲風格 那因為是幫朋友買的 所以我就沒有拆 然後以及 你們會看到 就是他其實 你去專賣店 還會附一個 超大超漂亮小布的紙袋 期待期待 打開看 最後一把洋裝放上去 然後我特別幫他換了藍色的眼珠 搭配的雙子星 有一點藍色的衣服 然後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的衣服服裝上呢 裙子這裡是沙網出沙網 然後這裡有 它是有一層是外層的 所以有一種小裝飾在上面 然後另外找找 KIKI LALA在這邊喔 它的圖外都非常的細緻 然後以及 後面的時候 也是 很漂亮 另外呢我非常喜歡 它這個袖子的部分 因為它下面是除沙 這邊呢是比較細的沙 所以柔柔嫩嫩 然後看起來會這樣碰碰 然後它這邊有很典雅的 栗子 美美的襪子也穿上去囉 所以呢如果你不搭配鞋子的話 就可以讓它像這樣子 坐著 就用挖子的部分 不穿鞋 最後髮沾 而且這個髮沾啊 它很特別是 通常你去找 不管是我們人用的髮夾 很常這個裝飾的部分啊 都是用那種 熱熔膠黏的 或是任何一種 AB膠黏的 可是它這個呢 竟然是用縫的耶 超級細緻 超級漂亮的 我幫它綁一個簡單的頭髮 就一個馬尾 然後可以弄一個一圈 超級可愛的喔 最後一個是 附上雙紫心的枕頭 它這裡是黃色的雙紫心 然後另外一邊是毛絨絨的部分 超級可愛 雙紫心它的背板真的超級漂亮 然後也都已經穿完了 你覺得這樣就結束了嗎 它少了 對 在買的時候它不會附鞋子 所以呢 我後來看到 我還是買了一雙 漂亮的粉紅皮鞋給它 美麗的鞋 它這個其實是有一點厚度的 然後硬硬的 超級可愛 然後搭配上襪子 其實你不要搭配襪子的話 也會很漂亮 然後雙紫心的一整套的衣服 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打開下一件 它會有一件這個洋裝 然後上面有小貓咪 然後另外呢 裡面還有一層紗裙 洋裝換上去囉 它剛好只有可愛的小貓咪 然後裡面的這件襯裙 它的下面細的蕾絲的部分 會露出來 然後這裡有可愛的小珠子 在腰帶這部位 然後它的領子 也非常的細柔 而且好漂亮喔 我要看後面的感覺 就像這樣子 它的配件是一個像沙的褲襪 透明藍的 漂亮的絲襪穿上去 它這個是褲襪 可是我前面就是手不吵的關係 所以穿的沒有很好 這樣看起來有沒有整體上 比較白皙的感覺 最後一個是髮沾 這邊是蕾絲的很漂亮 然後後面是用線縫上去的 其實它的髮叉呢 它可以放一個很簡單的 丸子頭 然後就把它髮叉就可以像這樣子 嗯 剛剛我去吃飯的時候啊 我就把娃娃直接放在桌上去吃飯了 結果我發現我的沙裙被貓咪咬掉了一塊 好難過喔 嗯 可是還好是 目前外觀上如果遠看似還是不明顯 嗯 所以呢 要養貓的或養狗的同學呢 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你的東西在擺放的時候 不要很輕易的 就相信它們不會懂 這就是我的小布娃娃分享啦 那如果你有考慮買小布娃娃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呢 去瞭解一下它裡面的配件 那我是覺得 其實它有沒有穿襪子部分其實是還好 不過它穿的襪子起來好像比較有整體完整一套的感覺 對 嗯 嗯 如果你喜歡的今天的影片呢 請你別忘了給我一個喜歡 並持續追蹤我迷之聲 或是追蹤我的IG 另外 我還有另外屬於和服類的小布衣服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你別忘了下一支影片也要持續觀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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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 소개到架邊 我們下一個聲音 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